我们一直排斥这个概念 为什么排斥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在4%的物质界的教育里面 我们总是教育 我们所有的被教育者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这个世界科学已经证明了一切 科学证明不出来的都是不存在的 所以给大家造成了这样一个误会 那么2012年冬至之后到2013年的时间 科学家才开始老实巴交地承认了一个事实 这个世界有96%的存在是不能被证明的 破除几百年来对人类下的魔咒 破除固有的对神明世界的排斥 我们所有的人不光是你们 根深蒂固的对神明世界是一种排斥的 这种排斥什么原因 就是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 你们之前这一生学到的知识都是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假的是骗人的是说教 是一种虚拟的不存在的 尤其西方特别顽固的西方教育中特别顽固的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所有的神明无非就是一个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是对所有的在圣诞这一天的孩子们和老人们的一个安慰 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偶像的作用 没有圣诞老人 正是在他们这样的固化的思维前景下 他们认为神明世界也是东方印度和古代渔门思想的一种说教 一种安抚 你们的圣人实际上也是圣诞老人吗 也是你们造出来的吗 五大圣贤体系 释迦牟尼为主的佛教圣贤教育体系 老子为代表的道思想的圣贤教育体系 耶稣基督为代表的圣思想体系 叫圣经 所以他崇尚圣 崇尚成圣 那么还有穆罕默德为代表的 伊斯兰的教育体系 孔子为代表的辱学教育体系 这五大教育体系的核心 都是阴阳两界的教育 阴险两态的教育 都是人的世界和神明世界 如何共处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有机会 氛团 这颗你 这颗的教育 您能记住